字幕作词 李宗盛 第二节目是讲水如何移动过的细胞膜 无论入或出也好 过程就叫osmosis 叫osmosis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如何描述水的动作 我们有个概念叫water potential 叫水势 水势就是一个液体 究竟有多大倾向给水人 所以这些卡通比较特别一点 大家在斗力 斗势力 斗势力 那谁的水势高一点 就大一点将水向给人 明白 慢慢来吧 concept develop 因为我们明白了concept 容器上来就会记得多一点 这里容器的box 里面全部是水 pure water 就是我们所说的distal water 大家知道water monocle 在液体状态下 黑色的就是 周围移动 很自由的 因为全部都是水 没有东西牵制住它 如果我中间加个细胞膜 大家看不看到会如何 究竟自由水的粒子 由A去B 因为由B去A多一点 答案就是 一样 一样 因为 每个水的粒子都是自由 它冲过细胞膜 和由B冲过A 和由A冲过B是一样的 这个细胞膜 无论我们的细胞膜 摆在哪一边都是这样的 这个细胞膜摸 穿孔的 Differentially Permanable Membrane 它只是被水粒子过的 就是说 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那些水的移动的倾向 其实不受制于两边的体积 它只是受制于什么呢 就是究竟水在两边 究竟是不是自由水的粒子 全部是否自己可以很自由地移动 这样去估计 究竟水移动的倾向 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两边都是清水 两边都是纯正的水 没有杂质的 所以大家移动的倾向是一样的 Same tendency to move across the membrane 定义上 Osmosis The net movement of water from a region of higher water potential to a region of lower water potential 给水人的倾向 这个特征 我们就叫做 water potential of dissolution 就是那个溶液里面的水势 或者那个液体的水势 OK Net movement high water potential Differentially的意思 Differential的意思 就是 那个细胞膜本身是穿洞的 它只可以给些水过 其他大一点的 一些溶质的粒子过不了 比如说葡萄糖 啊 鹽 等等都过不了 只是我们讲水 用水的粒子欲动 OK 看看 basic concept 就是什么 Water potential 它既然Water potential 就是给水人的倾向 我有多大势力 给水人的 我或者我有多大倾向 给水人的 这个就是用water potential 去量度 OK 好像这里 好像刚才说 这里有细胞膜 这里纯水 这里纯水 里面全部是水粒子 没有任何杂质 你不难看得到 那些水粒子到处移动 如果撞对这个孔 就走到对面 如果Side B的自由水粒子 都是周围移动 如果撞对孔 就走到旁边 只要两边都是纯水 这个机会都是一样 这个倾向是一样的 所以说 这边的water potential 其实和这边的water potential 是一样的 所以水的正移动 是等于零 是不是 这个moment 有N那么多粒 由A走去B 水的粒子由A走去B 同一个moment 同一个时段 一样有同一个数目的水粒子 由B走去A 这个就是no net movement of water OK 但是 有些什么可以降低 那个水势的数字 就是那个溶液 或者那个液体 比水对方的倾向 那就看看这个concept 这边呢 有粒溶质的粒子 什么叫salute呢 扔到水里面 搅拌一下 溶了的 那些物质就叫salute 比如说盐 糖 我当是一粒糖 这些是水 这些free water monocule 我扔一粒糖 有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比如说 日常经验 比如你去餐厅吃西多 有时候手指就碰到糖漿 那你试一下 黏住它 放开手 黏住 中间有些糖漿 放开 是不是很sticky 黏黏黏的 OK 我们将这个日常生活的经验 套分到这里去想 OK 我们是帮助记忆的 就不用用来搭题目的 这个是糖的粒子 旁边是自由水的粒子 一样很野手指 将一部分的水粒子 是stuck onto this salute monocule 即将它黏在一起 有什么特别呢 如果做完这样之后 你会发觉 这个是那个 salute monocule 这些是水粒子黏在一起 这些水粒子不再自由 是不是不再自由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糖的粒子去到哪里 因为黏在那里 它就带它去哪里 就不像这些旁边的 没有黏在糖上的那些水粒子 它们很自由 周围乱动 但是这个黏在一起 只要溶质的粒子去哪里 它就会拖起它去哪里 即是变成我们技术上 叫什么 unfree not free 它们不是自由水粒子 如果有一个溶液 丢掉溶质进去的话 那里面自由水粒子的比例 是不是少了 同样之 这个溶液 它的水粒子就会降低 它的溶液 就是溶液给水 人家的倾向 它给水人家的倾向 就是能力 是不是少了 OK 可以 sum water molecule bind onto the solute molecule 导致效果就是 number of free water molecules 会下降 OK 其他技术上 技术上 就是说 water potential 既然water potential 就是the tendency to give water 究竟它有多大 傾向给水人 既然自由水粒子少了 它water potential 的数字都会下降 可以吗 可以 即是说 我扔多几粒 它会怎么样 扔多几粒糖 越多数目的 原本很自由的粒子 要贴它 OK 这边没有糖 粒粒 就是每粒的水粒子都是自由的 中间用个细胞磨 穿洞的 隔开它 你觉得 那个水粒子的移动 究竟A去B多 因为B去A多 那没有事 大家斗自由水粒子的浓度 的数目 OK 那当然这边优胜一点 这边不是大一点 倾向的水走过去 打个比喻 譬如说 在这个时段里面 有1000粒水粒子 由B去A 1000粒 同一个时段 因为自由水粒子少一点 那可能有100粒 由A去B 再重复一下 在这个时刻 有1000粒水粒子 由B去A 同一个时刻 有100粒 由A去B 那这个正移动 在这一刻的正移动 是否由B去A 900粒 OK 很多时 就这样答简单些 就是Net Movement of Water Monocule 从B到A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技术字眼 融有好处 就不用解释那么多 因为Side B 的Water Potential 是高过Side A 的Water Potential 即这边那些是清水 这边那些是溶液 有些糖 这些溶质溶在这里 自然黏住自由水粒子 那留意黏住有什么效果呢 就算它撞对细胞膜的孔孔 它过不了去的 一堂 过不了 你黏住这么大的东西 撞回头 就不像之前的自由的时间 自由 一撞中的孔孔也过去了 OK 那么傾向由A去B 水由A去B 傾向就低了 傾向就是Water Potential 可以用这个转化的 其实是好的 转化很简单 那些的 溶液溶在水下 溶液溶液溶液的水位 才会降低溶液的水势 糖和盐都还可以 记住黏黏黏 溶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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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間浸泡細胞膜間開 這邊有另一個液體 裡面是沒有溶質的 看到它給水人傾向嗎 Sci-A這邊是低了 拍到清水那邊 拍到清水那邊的水粒子 是由B去A會比較多 說這麼多東西就好像很麻煩 很多時候我們找Water Potential解釋 你記得Water Potential就是Tendency to give water 當然Tendency就是傾向 B比水A的傾向 是否大於A比水B的傾向 純粹打這個字出來 Water Potential Load so the net water movement from B to A 永遠記住 水向低水勢流 OK 低水勢 水勢就是 比如我用的Case B的水勢是否高過A 水的勢力 我給水你的勢力 就是勢力 就是我們的Power 這邊 水自由移動的方向 就是靜移動的方向 就是B to A Because Water Potential of Water on side B B is higher than that on side A 我們只要比較到哪個 在細胞房屋兩邊 哪邊的水勢高一點 就可以踏到水靜移動的方向 水向低水勢流 OK 填一下紙 跟我說好嗎 OK 黏在一起 放糖或鹽的溶液 它即時黏住自由水粒子 自然A的液體 比水B的傾向會減少 因為有些自由水粒子黏在一起 技術上 Number of free water molecule decrease is water potential decrease OK 水勢就會下降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理論上 最高水勢的液體是甚麼呢 就是pure water 裡面粒粒都是自由水粒子 它的數值就是零 它的Water Potential 所以很特別 地球上 清水有最高的水勢 即是它比水人家的傾向最大 而水勢的直 就定在零 換言之 放糖或鹽 就是水勢的數值會下降 水勢的數值 水勢的數值下降 由零下降下去 就是負值 OK 任何溶液的水勢 水勢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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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任何溶液的水勢都是負值 因為最高的清水是零 最高的清水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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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越放得多 溶液的溶液 水勢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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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 Osmosis 不用特意加能量 因為水是藉著周圍的空氣熱能 自己動 所以描述上 我們是一個passive process 不是麥高伯 這四個不同的包裝 就是裡面的容量 純粹 Distal Water 就是Pure Water 究竟哪瓶的Water Wudensil 是最高的 千萬不要讓瓶的大小混混 其實我們在說的裡面 是自由水粒子的比例 既然瓶瓶都是Pure Water 沒有瓶劑 即是瓶瓶裡面的Water Potential 都是零 其實答案應該是一樣的 全部一樣 because all have 100% free water monocle so they have the same Water Potential that is zero 全部是零 好 我們用愛識的東西去解釋現象 記得到現在 有一個很少的小結 水的粒子 靜移動的方向是怎樣 即是如何穿過細胞網 由一邊去另一邊 就是Depend on the Water Potential 水向低流 the net water movement from higher water potential to lower water potential through the cell membrane through the differentially permeable membrane 好 這裡看到嗎 有兩個容液 XY X的濃度是0.1A Y是0.5A 它高一點才能調整M 是一個什麼的單位 這一刻你會知道它是說濃度 就行 例如這邊我吸一根糖 在清水裡 攪勻它 這邊我吸五根糖 是0.1、0.5 攪勻它 同學 這裡有個細胞網 OK 究竟水靜移動方向是怎樣 你要拆這些題目 我們分三個step去拆 第一件事 究竟哪邊的water potential高一點 或者哪邊的water potential低一點 只要決定一件事 就是後面那些容易回答 OK 那些溶質是黏住自由水粒子的 然後這邊多些溶質 它自由水粒子的比例就會更少 它比水人的傾向低 我們先確定這件事 OK 第一件事 X有一個高一點的水勢 高一點是傾向比水人的 是嗎 這兩個做比較 There is a net movement of water 一定要打這個 不要這樣打 net movement 我在講水的正如移動 方向就是from x to y 由高水勢低水勢 水向低流 記住這個過程是by osmosis 第三句講話結果 可以說 As a result liquid level 水不斷走過去 譬如我給5分鐘 它這樣發生osmosis 這邊會少了水 這邊會多了總體水的份量 這邊的水位就會升 第三句它是用來解釋的 即是你容許osmosis 發生一段時間之後 究竟有什麼結果出現 很多時候我們叫做三步曲 答water potential的題目 或者osmosis題目 很多時候三句 每句拿得分 記住 第一句 就是比較我們在問題 看到的兩個容液 哪個水勢高些 或者哪個水勢低些 之後差距的話 那個net water movement 就是由高水勢 流去低水勢 by osmosis 跟著一段時間之後 有什麼結果看到 你就寫在第三句那裡 as a result ok net movement 然後水位移動 就是這樣 ok 你停一步機 你試試回答這條 這裡有兩個細胞 這個細胞X細胞Y 當然是植物細胞 這邊的水勢是負8個單位 這邊的水勢是負10個單位 那水勢是負10個單位 水靜移動去哪裡走 四個字 水向低流 哪個水勢低一點 不要只看數字10和8 這是負值來的 負的意思 等於倒退樓梯 下樓梯 這裏下了10級樓梯 這裏下了8級樓梯 那哪個低一點 當然下10級樓梯的低一點 水向低流 ok 第一個決定了哪個水勢高一點 或者哪個水勢低一點 接著有個net movement of water ok Differentially permeable membrane 在中間就是細胞膜 不是細胞壁 細胞壁 細胞壁本身是freely permeable ok 所以我們可以用osmosis概念去搭 那三部曲第一個 就是X 細胞X的水勢高一點 第二部曲就是net movement of water net water movement 由哪裏去哪裏 X或Y biosmosis 水向低流 這個高一點水勢 這個低一點水勢 第三句答是甚麼 result 記者不要記剛才那個水勢 水位的liquid level 升降 細胞沒有升降 水如果由X或Y 由X或Y 它靜移動 那最後Y會怎樣 它多了水 多了水便重了 或者漲了 很多時候我們這樣回答 細胞接收水的質量會增加 又或者它硬漲了 水進去好像吹脹氣球一樣 迫著它 ok 行不行 有時候我們未必要用數字去答問題 有時候質化一點 我們找一個文字去答 如何 不麻煩你停一部機 你聽了我說 停一部機 先寸熟這些字 很多時候兩個溶液 放在這裏 例如這兩瓶 這兩瓶 這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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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溶液放在這裏 究竟它製作的溶液 本身 哪個高點水細 哪個低水細 我們是用一個文字可以形容 你記住 我現在用那三個文字 那三個字 本身是一個比較性的用詞 即我不可以這樣拿著這個 即是說水細高一點 低一點 不行 我們一定是兩瓶做比較 才有水細高一點低一點 又或者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 這瓶 就是 起碼兩個溶液做比較 是用的 OK 如果我兩個溶液裏 有一個 我叫做hypotonic solution hypotonic 我就是指 水細高一點的瓶 記住 hypotonic 是指高一點水細的瓶 低一點水細的瓶 叫什麼 叫hypertonic hypertonic 如果兩瓶一樣 水細的數值 就是isotonic 記住 記住 hypotonic 就是指兩瓶 或者高一點水細的瓶 hypertonic 就是水細低一點的瓶 那isotonic 就是兩瓶一樣 OK 試試用 有三杯溶液ABC 水細數值 就是-10 -15 -5 一個細胞 黃色細胞質 它是-10 一個單位 因為它都是液體 所以它有一個溶液 細胞質 負實單位 如果我把A 和細胞質比較 我用什麼詞語的形容好呢 hypo 大數 還是hyper 重複 這個是等深 就是兩邊的水細數值一樣 hypotonic 就是稍高的那個 我怎樣形容 Cytoperson 如果比較A Cytoperson比較B Cytoperson比較C 究竟它用哪個字眼去描述它好呢 記住它不是梗局一個 你看看它在比較水細的溶液 OK 這裡10 A是什麼呢 A是10 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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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樣 哪個字一樣呢 一樣就是這個 OK 那就是isotonic B是負15 比起負10是否低一點 低一點就是hypertonic OK 即是說這個sucal solution 比較細胞質 這個sucal solution B-15 是否較低那個 那我們可以說 如果比較細胞質 Solution B 就是hypertonic solution C是怎樣呢 C負5 負5 負5是高於負10的 那我們怎樣形容 這個sucal solution C as compared with Sideoperson OK 那這個呢 就是hypotonic 這個水勢較高 較高 是比較的 Sideoperson OK 所以我們又可以用文字 打理這些問題 就是這些 又可以用數字去做比較 文字相對簡單的 Isohyperhypo 好 那我們又用一些實驗去試一下做 好嗎 看一下osmosis的現象 那這裏有個 有個 Differentially permeable membrane 這些 基本上不用用細胞膜做的 我們用一些 塑膠特意買回來 都可以做到 只要它是穿一些孔孔 是吧 那我們紮成一個袋子 紮成一個袋子 紮成一個袋子 那這裏呢 裏面我放些 借糖溶液 20% 都挺濃的 那外面是浸著一些清水 看見到這個是細胞膜 Differentially permeable membrane 裏面和外面是兩個液體 裏面的是借糖溶液 外面的是清水 那我們可以利用我們剛才學的東西 去估計一下水的淨移動方向 究竟是進去為主 因為水是出回來為主 是吧 水向低流而已 那外面呢 This is the water 那它的water potential數值多少 This is the water 清水 是不是0 那裏面的借糖溶液 即是糖加水的借糖溶液 即是有些溶液 那照計它的water potential 應該是負值 那外面是0 裏面是負 那當然我們估計到 水淨移動方向 就是由外面的水 走入透色膜裏面 那我怎知道呢 我沒有得數過水粒子 那這個就很巧妙地 將它變成水位的上升 一些水進去沒有辦法走 唯有在這裏走上去 所以其實可以測試到 或者測試到 或者測試到 測試到 這個 rate of osmosis 那些水 湧得進去幾快呢 我們就由這個 這個那個 液體的 液體的位置 上升那裏 可以算出來 那些水湧進去 的 靜移動方向 我們用三步去回答 外面的水勢 比裡面的水勢高 即是糖溶液 所以 there is a net water movement from the distal water in Beeka into the suku solution by osmosis. Result is the water level rises. 又來三步曲答 一直上去, rises. Distal water has a high water potential than 20% suku solution. There is a net movement of water from distal water to suku solution by osmosis. That is why the 3-meter water level will rise. 都是 1,2,3,3步曲 一路上去 寫出來就是這樣寫出來,就是3步 先第一句比較 water potential高低 第2句講的 net water movement的方向,第3個講的結果 OK, this is water higher water potential than suku solution. There is a net movement of water from Beeka, from the water in Beeka, into the dialogue tubing by osmosis. As a result, water level rises in the capillary tube,這個玻璃管. 最後一部份,就是搬到細胞裡 這裡有一個動物細胞 Rapacell,紅月球 這層就是Cell-membrane. 我們如何使用Cell-membrane的概念 去解釋一下,我將細胞放入清水裡 記住,動物細胞沒有細胞被迫 幫它頂住壓力,最少會發出 welcome,它會發出幾分鐘 幾分鐘後會發生什麼事? 記住,有沒有水會湧進去? 靜移動方向 紅月球會上升少少 最後上最香脆弱的Cell-membrane 就會爆開了 如何指定什麼事 水要湧進去,沒有細胞強制 幫它挺著壓力 最後這一口會爆開了 是嗎? 我讓你看看這個 它浸在一個清水 清水比較細胞的水質 就是一個比較高的水質 就是hypotonic solution 這些紅穴球浸在清水裡 你想像一下現在的水流走進去 發覺是在漲 有什麼事會發生呢? 脆弱的細胞膜 最後會burst 砰 砰 是嗎? 這水繼續在湧進去 砰 是否很有用? osmosis kining 就是這邊這個 如果我們浸在一些很濃的糖水 它們要怎樣呢? 這個這樣 外面很濃的糖水 即是水流走出來 你看到細胞越縮越細粒 外面細胞膜都被巢 它會失水 水淨移到外面 蠻好玩 如果是isotonic 沒有什麼好玩 那些沒有水淨移動 就是細胞膜 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如果我把紅穴球 放在hypertonic solution 那裡 水會走出來 那細胞便會縮水 縮水的意思是strength because water leaf leaf the cell OK 如果把紅穴球 放在hypertonic solution 即是水水較高的溶液 比如清水 這些水走進去 一邊走到最多的細胞 burst 勸索這個字 burst 爆破 爆破 如果是isotonic 就沒事了 所以我不看了 我不看了 這個powerpoint 這個powerpoint 是在academic academic 就是form3 download by form 那裡 在powerpoint 好 如果我把植物細胞 放進去 動物細胞 和植物細胞 最大的分別 就是有細胞膜 鋪頂住壓力 所以它不會爆 它不會爆 即是水走進來 細胞就有傾向 漲大 在紅穴球裡面 任它漲大 最後到達一個極點 就會爆 但是因為細胞 細胞迫 細胞 大家知道細胞很困難 它就不會容許它漲到爆 最多是很硬的 最多是很硬的 OK 好 如果細胞浸在很濃的糖水裡 那水 就是 由裡面 流到外面 因為水細外面低一點 是很濃的糖水 那細胞會怎樣呢 你按下去 就變得很 很軟 對不對 這個呢 我們叫Flexid OK Flexid 又或者視覺上 看到它失水 失水 有兩個症狀 第一個 就是細胞整體會縮小了 縮小到離開了細胞壁 第二個 就是它專門儲水的地方 看到嗎 專門儲水的地方 那個large vacuum 是細了 兩個證據證明 這個細胞是失了水 第一個 就是細胞變了側壁分離 plasmolyse 就是細胞膜和細胞壁分開了 就是縮水 但是細胞壁不會縮水的 細胞 細胞膜下面的細胞本身是會縮水的 又或者呢 沒有頂著 細胞膜是頂著細胞壁 你按下去 它軟了 OK 這個叫軟縮 叫Flexid 如果把它浸進清水裡 就不同了 水進去 越壁越漲 越壁越漲 不過不會爆 我兩點知道這個 這個呢 是一個充滿水分的細胞 第一 你按下去 是硬的 第二 這個large vacuum 尺寸是最大的 我們明述這個細胞 就叫做硬脹 叫Turgic Turgic 但不會爆 這就是no neck change Iso tonic OK 很多時候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突然間 脂壁分離了 細胞壁和細胞膜分開了 突然間有一個新的空間出現 究竟這個空間 莊餘是甚麼 猜到嗎 會不會是清水來的呢 會不會是空氣來的呢 會不會是真空的呢 你可以逐個猜一下 原來的秘密就是這裏 這個細胞壁 記得細胞壁本身是freely permeable 自由透性的 原因是這裏 會浸在哪裏的溶液 外面的溶液 就會透過細胞 擠到這個空間 佔到這個空間 所以你找甚麼 要浸在這個細胞P 這個空間 這些空間 就是細胞P 外面的溶液 因為細胞壁本身 是自由透性的 這裏透性是一個 經常會問的問題 OK 這裏不是空氣 不是真空 不是水 是水來的 就是外面是甚麼 這裏就是甚麼 OK 因為細胞壁本身 沒有阻隔篩選的能力 給大家看一下 把這個紅色洋蔥的細胞 浸在一個hypertonic solution hyper 即是水細較低的那個 那水細較低的 在外面 自然是水走出去 這樣會執逼分離 看看執逼分離的過程是怎樣 浸了下去 留意大家有顏色的細胞 一邊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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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嗎 側壁分離 這裏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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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壁不會縮水 但是內部的細胞會縮水 OK 如果停在這裏 很明顯看到細胞壁 這些紅色的細胞質 這是新出現的一個空間 之前不是迫到全部都在裡面 但是這空間是甚麼的呢 外面有些什麼液體浸著這個洋蔥細胞 這裏就是被液體佔據了 因為細胞壁本身是freely permable 行不行 挺好玩 好嗎 好 這些水走出去 液體溫動 這個現象 如果它問你 它的appearance 就是細胞的樣貌 你記住 質壁分離 appearance OK 它的appearance 就是plasmolyse 質壁分離 因為它硬還是軟 我們從照片看不到出來 但是照片看得出來 就是質壁分離 plasmolyse OK 你做一份worksheet就可以了 這個part 2 講osmosis water potential 一言以蔽之 最簡單的概念就是怎樣呢 水怎樣透過細胞膜 由一邊去另一邊呢 控制最主要因素就是 比較細胞膜兩邊 那個溶液的water potential 四字真言 水向低流 水正移動方向就是 由高水勢流去低水勢 就是這樣 OK 努力再看一兩次 如果不明白的話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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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